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面暗暗吃惊的 看了六师叔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在白虎卫做了手脚 这就不是破财的问题了 而是赌场之内要出现雪光之灾了 究竟是谁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 在老板的地盘 你们也敢来捣鬼 是不是活腻了 那个赌场的小头目凶狠地看着众人 有位赌客呢 因为过于害怕 低着头 差点就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那一定是你了 小头目盯着那位赌客一声大吼 把那位胆小的赌客吓得是一个哆嗦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老板 老板冤枉了 我没有做手脚 我就想赢点钱 谁知道那位赌客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头目一棒球棍打在脑袋上 顿时时鲜血飞进 扑通一声就倒了下去啊 还有谁 小头目完全红了眼睛 把所有赌客都当成了怀疑对象 一时间赌场的气氛非常的紧张了 去你妈的 还老子钱 我听到一声大吼 抬头一看 从卫生间那边亮亮强强地走过来一个人 满头是血 一边走一边大声骂着 我顿时一论 这人是谁啊 仔细一看 原来是那位被打得半死的劳赌鬼 被几个打手拖到卫生间就没人管了 没想到现在居然又活了过来 我本以为这个人是活不成了 没想到这人又活了 醒来之后又像换了个人一样 披着一头一身的血凶神恶煞的就走了过来 操 你们这个赌场都是骗子 不管输赢全部通知 我们被他们给骗了 老子在这输了一百多万 赢一次都不行 老赌鬼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所有赌客都被惊呆了 没想到这个人还能活过来 就连那个小头目也愣在了那里 老赌客看向其他赌客们说 兄弟们 咱们要把钱给要回来 这钱是咱们赢的 不能让他们给白吞了 赌客们刚才被赌场的人威胁吓唬 一个个都不敢吭声 现在听老赌客一喊 心里面又都冻了起来 毕竟大家今天晚上赢钱不少 如果赌场一分钱都不给 确实是心有不甘呢 你他娘的还没死 敢和我搅拌 我弄死你 小头目反应过来 挥着棒球棍向老赌鬼打了过去 谁知道老赌鬼早有防备 小头目凶狠的一棍不但没有打到他 反而被他抓在手里 用力一扯把棒球棍给夺了过来 并且大声喊道 兄弟们 他不给咱们钱还打咱们 干咱们 要钱 这些赌徒赢了钱 却被赌场宣布不算数 心里面早就是憋了一肚子祸 见赌场接二连三的商人 顿时被镇住了 他们不敢反抗 现在看到有人带头呢 再不反抗的自己要吃亏了 于是跟着一气吼道 还钱 还钱 他奶奶的还烦了你们了 给我打 小头目是一声令下 那些个刺青大汉们 抡着棒球棍 向赌徒们冲了过来 赌徒们一看 急忙抄起了椅子 支里的东西拿来自卫 双方都是红了眼睛 一场混战 打得是头破血流 独唱养的那些打手呢 虽然是训练有素 但是现场只有几十个人 哪里架得住两百多赌徒的围攻 很快有几个打手被打的是头破血流 但是也有赌徒们 富商挂财的 但是这些人都和疯了一样 轻伤不下火心 只有被打得爬不起来了 才会退出战斗 一个个就像红了眼的斗鸡一样 见了血反而更猛了 见什么就抄什么 不是掀桌子就是扔板凳 现场是一片的混乱 我和七师叔急忙缩到墙角 微恐被空中乱飞的凳子给伤着 这场打斗十分的激烈 双方拼勇都狠 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 若不是亲眼见到 我几位师叔事先做过手脚 真不敢想象 这是师叔们 用悬术挑起的战斗啊 听着呢 噼里啪啦的打斗 我感到有些奇怪 赌场里面好像没有懂悬术的人 即使是有懂的水平也很低 否则的话 怎么会让我的几个师叔轻易得手呢 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始终没见到地府派的大人物出面 这个干瘦的小头目 最多也就是地下赌场的经历 既没有发现蔡六 也没有发现蔡福 难道蔡六上一次挨了我一掌 现在还重伤为愈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忽然呢听到有人大喊 不好打死人了 出人命了 快把门打开 我偷偷地瞄了一眼 发现呢 几位师叔 互相对视一眼 灰心的一笑 接着就听到哗啦一声响 有人呢打开了铁门 人们争着往铁门涌去了 几位师叔混在人群迅速离开了 七师叔一见呢 急忙拉了我一把说 是非之地 快走 我跟七师叔一起 急忙趁乱 离开了地下赌场 赶紧到大街上 找了个公用电话 向警方报了警 简单地说明了 这里发现了地下赌场 很多人呢打到受伤 而且还有人死亡了 不大一会儿 几辆警车哗啦哗啦的 就冲了进来 后面跟着还有好几辆120 毕竟是死了人的 警方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我和七师叔在小区边上的烤肉摊坐了下来 要了两瓶啤酒和几十串烤肉 暗暗地观察着警方打扫战场 警车一停 一群核枪实弹的特警先冲了进去 后面跟着普通警察 还有120的急救人员 不但一会儿 抬出了好几个浑身是血的人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估计肯定有死的 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全部都送到急救车上给拉走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里面足足的押出来几十人 个个都被一次性的塑料手铐给反靠了双手 我一看呢 大部分都是赌场的打手 那位干瘦的经理也赫然在列 但是赌徒们都跑得差不多了 只有少数反应慢的被抓了起来 看着这群人全部被押进了警车 我和七师叔对视一笑 没想到地府派这个经营多年的赌场 就这么被端了 七师叔笑着说 干得漂亮啊 我嘻嘻一笑 我一向都很棒啊 呸 谁说你了 我是说你师叔他们悬树玩得漂亮 七师叔瞪了我一眼 师叔们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恐怖古酒吧 我想到这里呢 一把拉住七师叔的手说 走 看热闹去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七师叔坐着没动 却是一把把我拉了回来说 干啥去 看热闹啊 我笑嘻嘻的说道 坐下 七师叔向我命令 我靠 七师叔居然用命令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好歹也是一个堂主 被他要来喝去的成何体统呢 你起来 我命令道 七师叔不解的看着我说 咦 你小子有毛病是吗 我一脸认真的质问 我是堂主 还是你是堂主啊 谁说了算的 嘿 你爷俩真有意思 实在肯定你爹是堂主呗 等你结婚生了孩子 有了家庭 你才是以言堂的堂主 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烤肉摊的摊主自作聪明的说了一句 还以为我和七师叔是父子关系呢 我有心恼火的等了烤肉摊主一眼 心想 这一货可真是瞎操心的 这 你瞎操什么心 还不赶紧招呼你的烤肉去 可别烤糊了 摊主被我呛了一句 自知没趣 就招呼他的烤肉去了 七师叔黑黑一笑说 你小子别和我较劲 我都是为你好 你都升官了 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多没意思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去看看呗 这可是精髓是最刺激的酒吧 你不去开开眼界 这辈子那都白火了 我硬是把七师叔给拉了起来 不至于吧 那地方都是你们年轻人去的地方 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去的 我知道那个酒吧有很多古怪的地方 于是呢 黑黑一笑说 走吧 去了你就知道 我看了一下表 发现呢 还不到晚上十二点 这个时候去 应该正是夜场最热闹的时候 其实那个酒吧呢 我根本也不喜欢 当初和师傅去找黄毛 里面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差点把我的心脏病给震出来 去了第一次 就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 如果不是想看看 那几个老古董师叔怎么去搞事 打死我都不会再去的 从菜福的地下赌场到恐怖谷酒吧 并不远 过一条街也就到了 都是那菜福的产业 我和七师叔 不行从地下通道穿过去 几分钟就到了恐怖谷酒吧 酒吧大约只有十几米远的时候 七师叔忽然站住了 他抬头看着恐怖谷酒吧巨大的魔鬼头颅 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我知道那个魔鬼头颅有问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异常现象 那个魔鬼的牙齿在低些 而且有咬合动作 我想七师叔应该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也许呢普通人看不到 但是灵力强的人一定会有所感应的 七师叔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 这里面有名堂啊 哼那是肯定有名堂的 否则我怎么会叫你来呢 我笑着说道 七师叔也有些好奇了 走那就进去瞧瞧 我跟着七师叔向酒吧走去 门口的小宝恩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呢也看了他一眼 觉得这小宝恩有些奇怪 上次我跟师父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这副表情 这么长时间了 他依然还是这种表情 七师叔静止向酒吧走去 我才发现七师叔和师父不一样 他似乎对于酒吧很了解 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老土 至少他应该去过这种地方 我们刚进去 就听到里面震耳欲聋的音乐 这种强烈的鼓点 震的心脏也跟着一起跳了起来 我连忙掏出两团卫生纸 把耳朵堵了起来 七师叔看了我一眼 黑黑笑了下来 你也受不了了 我还以为你是个老油条呢 我瞪了七师叔一眼 心想我有病啊 这种地方我能经常来吗 七师叔说着 也拿出餐巾纸堵住耳朵 我们堵住耳朵之后 心里面才稍微安静了一下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这里面又是一幅群魔乱我的景象 就好像我当初和师父进来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这里永远是一群怪异的人 穿着打扮都很另类 随着疯狂的音乐声在起舞 就好像通电的机器人一样 不知道疲倦 这些人都有问题 七师叔嘀咕了一句 然后对我说道 走 咱们找个披荆的地方坐着去 我们找了一处披荆的卡座坐了下来 七师叔点燃一根雪茄 一副大老板的牌头 我坐在他的身边呢 完全就成了一个根班小马仔了 七师叔坐下之后 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打量着周围光怪陆立的景象 我的目光也在到处寻找 但是我看了几圈之后 根本没见到几位师叔的影子 奇怪啊 难道他们都没来 我不禁问道 七师叔摇了摇头说 说不准 这么多年没见 我也摸不清他们的路数 首先呢 我就低估了他们的能力 这里群魔乱舞的 即使来了我们也不知道 确实 酒吧里面光显油暗 这更加便利于几位师叔搞破坏 我仔细看了看周围 发现酒吧的环境 比地下赌场的环境要复杂多了 主要是暗角太多 再加上灯光忽明忽暗的 我意识之间竟然辨不清方位 也看不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七师叔 以你看这里会有什么名堂啊 我小声问道 七师叔秀了下鼻子说 什么名堂 我暂时还说不清楚 不过这里面邪气很重啊 我也下意识地嗅了一下鼻子 各种香水味道和烟草味之外呢 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轨迹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向四周扫去 可是一看之下 都是一些浓妆艳抹的艳女 脸上白的没有血色 在忽明忽暗的彩色灯光下和那些男人贴面舞蹈 动作夸张至极 甚至还有一些下流 犹如是发情的动物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 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问题 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忽然七师叔一排我的肩膀说 你看五只正中的顶盘上有问题 我抬眼一看 五只正中烟的天花板上旋转个大圆盘 在五彩射灯的照耀下 金光灿灿的 金色的圆盘上 五个金色的裸女小雕塑 宛若飞行 妖艳妩媚 尤其古怪的是 这五个裸女嘴唇上描有粉红的唇彩 眉心上还点有红色的朱纱 这五个裸女应该是多精工艺 看起来十分的精美 但是点上朱纱描上唇彩之后呢 给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总觉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和邪迹 七师叔盯着金色圆盘上的五个金色裸女小雕塑 脱口而出 果然是大有名头啊 原来是燕鬼吸金盘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韦为 为您播讲 燕鬼吸金盘 我听了顿时一愣 七师叔说 对 你没看见这酒吧里的女人很特别吗 一个个都和骚狐狸一样 这个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我听了有些不解 七师叔说 这是用燕鬼做的风水局 比无鬼运裁局那个猛多了 专门用来吸金的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个酒吧是有名的美女多 如果外地人来到金水市的 只要一打听哪里美女多 对方必然会说出夜色恐怖过酒吧 这里不但美女多 而且性感出位 不管是少女还是少妇 都打扮的是勾魂当破 尤其是身材火爆 让人不敢多看 看一眼呢 就会让鼻血长流啊 每到凌晨一两点钟 常常有烂醉如泥的美女 一不遮体的倒卧在酒吧的门口 于是呢 很多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 小混混们就专门等着解释 见到美女追悼在地 立即就是垂眼三尺 犹如恶狼扑羊 你抢我多 背起来就跑啊 由于这家酒吧美女多 是名声在外 所以天天晚上顾客爆棚 如影竹筹 无论是男女 都来寻求刺激 寻找言语 使这家酒吧散发着巨大的魔力 吸引着红尘男女 那一颗骚动不安的心呢 也吸附着四面八方的钱财 使这家酒吧裁员滚滚 日进到金 当初和师父一起来找黄毛的时候 心思都放在黄毛身上 只是本能地觉得这酒吧有问题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现在京七师叔一说的 我才大致明白这家酒吧的玄妙 小子 看样子 这家酒吧养了不少小鬼 你可得小心点 别着了道啊 七师叔小声地向我提醒 我刚点点头 就有两位性感的美女走了过来 冲着我们是几枚弄眼的打招呼 嗨 两位小帅哥 可以在这里坐吗 我不好拒绝他们 于是就说请便 两位美女倒是挺回事的 不管我们老嫩美丑 一律都喊帅哥 一点也不矜持 直接就插在我和七师叔之间 笑嘻嘻地要跟我们喝酒 我瞥了他们一眼 虽然光显昏了 但是也能感觉到他们面如桃花 眼光照人 只可惜这两人长得都是一个模子 鲜红的嘴唇上叼着香烟 烟雾缭绕地 透发出了野性和妩媚 最为鲜艳的 就是长长的假睫毛和淡青色的眼影 萌一看的就好像熊猫眼一样 这俩女人虽说都不大 但是胸前都是白花花的一片 波涛汹涌的 一阵阵怪异的香水味 让人是心神荡漾 喝酒吗 帅哥 我知道这两个女人是来吊铠子的 红尘男女 金钱社会 男人爱色 女人爱菜 酒吧就是为了这两种人提供方便的 这些人到酒吧都是有目的的 我暗暗地打定主意 喝两杯酒没关系 反正我和七师叔要的啤酒也喝不完 正好帮我们喝掉剩下的啤酒 但是要干其他的事那就免了 喝了几杯酒之后直往我们身上蹭 我不知道七师叔能不能顶住 我是有些顶不住了 就站起身来说 对不起 咱们换个位置 那位美女瞥了我一眼 嘴里嘀咕了一句 小样还挺能装的 在我站起位置的时候 一回头发现他悄悄的在我杯子里面放了东西 我故意装着没看见 他还真以为我没看见 就乍乍乎乎的让我喝酒 我忽然对着别处说 你看谁来了有人找你啊 等他一回头 我立马把我的酒杯和他的酒杯兑换了位置 谁啊没人找我啊 那位美女一脸不解的看着我 我坏笑着说 哈可能是我看错了 来喝酒 那女人听的就是要我主动喝酒 顿时时欣喜若狂 连忙说 好啊好啊喝酒 我端起交换过的酒杯和那个女人喷了一下 她直咕咕的看着我把酒喝了下去 心里面大概还暗暗得意 哪里知道我将计就计换了杯子 眼看她自己把自己下的东西给喝了下去 我确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这个女人竟然敢下腰 自然不是一次两次了 肯定是个老手 给她点教训也是应该的 否则早晚把自己给玩进去 不大一会儿 那女人呼吸急速连连喊热 竟然抓住我的手往她胸上按 我连忙撤手对另外一位女人喊道 哎你朋友怎么回事 老是喊热是不是感冒了呀 那女人过来看了一眼不由的叫道 我靠发情了你把人家弄成这样也不照顾一下 我笑着说我去你胡说什么呢 她不是喝多了就是感冒了赶紧把它送回家去吧 我灵猛对骑士叔使了个眼色 一起离开卡座 骑士叔笑着说 小子没看出来鬼心眼还不少呢 哼 比你老人家稳坐钓鱼台还差得远呢 我是充满了嘲讽的看着骑士叔 骑士叔一本真情的说 喊你懂什么我那是工作需要 正琢磨这里边什么名堂呢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见了女人就候不住啊 我笑着说道 那你琢磨出什么了吗 这两个女人是人是鬼啊 当然是人了 你以为鬼敢向我们身上靠 不过他们已经沾上鬼心了呀 确实 我和骑士叔都是练过法术的人 身上带着钢琴 一般被邪灵控制的女人是不敢靠近我们的 奇怪的是 我骑士叔在卡座待了半个小时 居然一个师叔也没有看到 难道他们今晚真的没来吗 骑士叔怎么办呢 看样子师叔们今晚不来了 要不咱们回吧 我和骑士叔离开卡座之后 被舞池里的音乐造得受不了了 不想再待下去 虽然我和骑士叔发现了燕鬼戏金盘 但是他高高悬挂在舞池的头顶 我们即使有兴趣搞破坏 但是也无法靠近 不着急 骑士叔深深的吸了一下鼻子 忽然掉头向消防通道去了 我也闻到了消防通道 有一股浓郁的轨迹 就跟着骑士叔走了过去 我们向消防通道走了十几米远 一个保安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横北冷目的冲我们大声喝起 你们干什么的 这里不能走 这伙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顿时把我们给吓了一跳 骑士叔淡定的说 这不是去卫生间的路吗 怎么不让走啊 谁跟你说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在那边 要不睁眼看看 这是消防通道 能随便走吧 这位保安呢 非常的壮实 瞪着眼睛 冲着我们是呲牙咧嘴的 一点也不礼貌 哦 那我们走错了 我和七师叔憋了一肚子气 只好是无奈的向那边走去了 七师叔边走边嘀咕 这里防护的这么严密 看来一定是有问题 我也不甘心的 可是那保安手的菜死了 没办法 走了没多久 我忽然看到一个最眼朦胧的女人 身材火爆衣着暴露 一边走着还一边骂骂咧咧的 今晚怨气真差 好不容易掉到一个 还被别人给抢走了 我记得这女人大概没掉到凯子 或者掉到凯子被别人给抢走了 正是一肚子怨气的 于是灵机一动 轻轻拍了一下怀里的魂瓶说 小伙 请你帮个忙 那个蓝鹿狗不让我们过去 你上这个女人身 就看你的本事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向小绝那脸保守 她本来呢 就在这个酒吧呆过 曾经呢 就是这里的燕鬼 专门干那种狗魂迷人的勾当 让她去摆平那个保安 应该是不成问题 那一位没掉到凯子 失忆女人正在发着牢骚 忽然身子猛的一阵 不再发牢骚了 而是熙熙一笑 扭着迷人的身段 向消防通道走了过去 我知道小红已经上了她的身了 就笑嘻嘻的对七师叔说 有门了 咱们瞧瞧跟着她 七师叔惊奇的瞪大了眼睛说 你小子还真不讲究 太损了 我黑黑一笑 哼 七师叔 你还比爱心犯了 这酒吧能有好人吗 那女的也是来找刺激的 她找谁博士找 再说小红也只不过借用一下她的身体 又不会真的发生什么 只要把那个拦路保安 拼到一边就行了 七师叔想了想的 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就说 好 反正你小子有理 我和七师叔悄悄的跟了上去 躲在墙角暗暗观察 那位性感的女人扭着水蛇腰 一摇三晃的 向小房通道走去 没走多远 就被那名保安给拦住了 不过 那位保安对她十分的客气 见她珠光宝气 衣服 裤太太的样子 就连忙 陪着笑脸说 哎 太太 对不起 这里不能过 这里是小房通道啊 嗯 太太 我是你太太吗 那位性感的女人质问说道 不不不 不 那位保安吓得是连连摆手 既然我不是你太太 你为啥叫我太太 可恶 可恶 小姐 小姐 小保安呢 忙不迭地说道 小姐 你说我是小姐 小保安忽然意识到 如今的小姐也不是不好意思 情急之下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于是连连摇头 不 不不不 哼 我就是小姐 要不要姐姐陪你一会儿啊 说着那位性感的女人伸出了细长的手指 在珠红的嘴唇边绕来绕去的 那位小保安一看 顿时感到有些干渴 猴旗一动孤独一声咽下了一口唾沫 忍不住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那女人把葱白斑的手指 慢慢划向胸部 把露出半个苏胸的胸衣轻轻一挑 一对小白兔是呼之欲出 小保安一看 就好像被电击了一样 浑身一个哆嗦 僵在了那里 两眼瞪的溜远 变成了一个木偶 哈哈 女人黑黑一笑 伸手呢 朝保安勾了勾手指 然后指了指 油暗的墙脚 然后一摇三摆的走了过去 整个人都引到墙脚后面 伸出一根指头 对小保安勾了勾 显得极其的妩媚 小保安一看 咕咚一声 又咽了一口唾沫 顿时露出了一脸猥琐的笑容 连连点头啊 明白明白 这小保安 犹如是尘猫 遇见了 从浴缸跳出的小鱼 急忙提了一下裤子 迫不及待的 向女人藏身的墙脚走了过去 很快的消失在了墙脚的幽暗处 哼 搞定了 走 我是很高兴 急忙拉着七十叔 向消防通道走去了 走进消防通道之后 我又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轨迹 我们顺着消防通道迟迟的向前走去 发现一直走到了后院 这里应该是员工上下班的专用通道 走到后院才发现鬼迹 又淡了下来 出了后院之后 渐渐闻不到了 奇怪啊 怎么闻不到了 不对 应该还在里面 七十叔说着又掉头往回走 我也觉得不对 又和七十叔翻了回去 七十叔一边走 一边仔细的闻着轨迹 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 这里的轨迹最为浓郁 七十叔左右看了看 忽然发现一个通道上了二楼 轨迹正是从二楼飘下来的 楼道里用的是声控灯 平时都是灭的 根本看不见这里有个楼道 我轻轻的踩了一下脚步 才亮起了一盏昏黄的灯光 我和七十叔捏手捏脚的上了二楼 到了二楼之后 才发现轨迹从三楼飘下来的 我们又悄悄的向三楼抹去 这栋大楼不高 总共呢也就六七层 但是整个大楼造型非常奇特 就好像是鬼堡一样 不但看起来非常恐怖 里面那也是因此森的 因为一楼是九八五厅 对于那种早刺激的人来说的 并不觉得害怕 反而觉得非常的刺激 我们寻着轨迹 顺着员工通道一路往上摸去 由于黑灯瞎火的 又不敢轻易搞出生意 开启升空灯 只有扶着墙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每爬上一层就感觉轨迹浓郁了很多 说明这鬼名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浓郁的轨迹有如空调垂出的冷风 冷嗖嗖的直往毛孔里面钻 名堂还不小呢 这么强的气势 七十叔自言自语的嘀咕了一句 我搞不懂这上面到底是什么名堂 但是联想到城堡的魔鬼头颅造型 这里面肯定是大有名堂 走到第六层的时候 七十叔忽然被什么东西给搬了一下 只听得光荡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倒了下来 七十叔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幸亏我一把把他给抓住了 这时候升空灯也亮了 原来是摆在楼梯口的一个铁牌被七十叔撞到了 我把那个铁牌扶起来一看 上面写的是禁止入内的标牌 这块牌子显然是警示员工的 看来七楼一定藏有什么秘密 连公司的员工也不能上去 我们手忙脚乱的把牌子小心的扶了起来 就好像作贼一样心虚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摸摸索索的上了七楼 这是恐怖谷的顶楼 鬼气也是最为浓郁 看来这一层楼顶并不简单 但是楼梯口却有一道门 也不知道锁了没有 七十叔轻轻一拧 竟然把门给打开了 我紧跟着七十叔钻了进去 然后轻轻的把门给关上 进了房间之后 立刻觉得鬼气逼人 冷森森的如同进入了空调房 那感觉就好像是太平间的停尸房 浑身的都不自在 就是这里 七十叔略带兴奋的说道 我看了一眼周围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却闻得到浓郁的鬼气中 还散发着一股燃烧的香火的味道 七十叔嗅了一下鼻子说 有气谈 七十叔说完的快步向前走去 没走多远 前面又出现了一道门 七十叔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平生静气 毅力良久 抓住门把手 轻轻一拧 猛的打开了房门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慕斯维为您播讲 七十叔推开房门一看 房间里面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香火味更加的浓了 七十叔仔细扫拾了眼丝周说 吴鬼位有祭坛 我知道 如果养小鬼的话 必定会把小鬼的祭坛设在吴鬼位 设在其他地方 会和其他神尾反冲的 因为鬼是邪灵 地位比较低下 不能够和神灵相并列 所以懂行的人都知道 吴鬼在什么地方 也知道养小鬼的人 一定会在吴鬼位设置祭坛 这基本上是一个铁定的规律 所以七十叔闻到香火味之后 立刻就判断出 吴鬼位上一定有祭坛 我和七十叔只从吴鬼位而去 古人呢 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祭坛 祭坛的香炉里面插满了香火 里面祭练着一个恶鬼 旁边有两只电蜡烛发着红光 那个恶鬼 字牙咧嘴的 血红的牙齿上似乎在低血 看起来极为的猙獰 就好像是两个巨大的魔鬼头颅一样 这个恶鬼手里面还拿着鞭子 恶狠狠地俯视着脚下 我仔细一看 在他脚下还跪了一圈小鬼 这些小鬼和他相比太小了 恶鬼就好像是巨人 那些斧子他脚边的小鬼 只有几寸高 而且全部都是裸体的女鬼 这些裸体女鬼 张相狐媚 眉心点着朱砂 嘴唇上描着粉红的存在 显然是厌鬼无疑了 只是在这个凶神恶煞的恶鬼皮肩底下 显得是楚楚可怜 卧槽 用恶鬼驱逐厌鬼去袭金 这么阴损的招数 只有地府派才能干得出来 我正想伸手把恶鬼手里鞭子给躲下来 却被七师叔一把给拦住了 别动有煞气 我看着一脸紧张的七师叔说 有啥钱 七师叔并没有打理我 而是抬头看向其他地方 看着看着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气之色 不禁失声说道 情龙月位 白虎寸堂 疯了 简直是疯了 疯了 谁疯了 我听的是云山无照 七师叔说 小子 你可千万不要动这集谈 动了你小命就没了 没这么夸张吧 这几脸的是小鬼 又不是神 怕什么呀 我感到有些奇怪 七师叔瞪了我眼说 你懂个屁呀 你没看见 青龙月摆的是什么 我扭头向青龙月一看 发现青龙月的墙壁上 挂了一幅奔腾的拔军图 奇怪的是 拔军图上面还挂着两把宝剑 宝剑为贵人 贵人带剑 等于呢 增加了制杀的力量 青龙位 本应该是古丁的 挂了八郡图 就意味着青龙要动了 而且是带剑而动 这都是违反常规的做法 怪不得七师叔说 青龙月位 七师叔又说 你再看看白虎位放了什么东西 我向白虎位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发现白虎位的墙壁上 挂着明晃晃的一把刀 因为白虎伤人 一般在风水布局上面 尽量淡化白虎的杀气 在白虎位摆放刀具乃是打击 等同于是增加了白虎的杀气 更是违反了常规 七师叔说 你再看看青龙白虎的位置和乌鬼位 对比一下 我仔细一看更加奇怪 不禁脱口而出 怎么这么奇怪 青龙白虎的位置 居然比恶鬼位的祭坛还低 七师叔向我说的 高一寸为君 第一寸为臣 神尉摆放都是有规矩的 恶鬼位祭坛高出青龙和白虎神尉 而且增加了他们的制杀力量 这等同于是青龙白虎都成了恶鬼的帮凶护卫 是要是动了这个祭坛 是就倒霉了 一会儿会被青龙白虎的杀气所伤 这可是有为天道的做法呀 我听了是大吃一惊 七师叔想了想说 是啊 所以我才说他们疯了 不过地府派做事向来不讲规矩 做出这种有为天道的事情并不奇怪 看来二师叔他们断了他们的地下赌场 这边已经有了防备呀 我若有所思的说 怪不得师叔他们没来 是不是已经知道这边有防备呀 未必 你师叔他们如果真要破这里的鱼 他们恐怕也拦不住啊 我和七师叔正在说着话 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师叔连忙嘘了一声 紧急着就听到有人推门入 我大吃一惊 顿时来不及躲避 急忙和七师叔一头钻进了 白方集团的桌子下面 这时候我发现 进来了一男一女 紧接着房间猛然一亮 可能是他们摁了墙上某个开关按钮 打开了房间的照明灯 我和七师叔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们躲在供桌下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赌场那边出事了 咱们这边可得千万注意啊 那位男人一进门就嗡声嗡气的说道 那女人说 怪事这么多年都没出事 怎么忽然出事了 肯定是有人搞鬼 两人一边说一边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顿时紧张起来 好在这两个人并没有向供桌下面看 而是直直的向供桌走了过来 因为在供桌下面抬不起头 我看不到那一男一女什么样子 只能呢看到他们的下半身 男的穿的一条黑裤子 女人穿的是裙子 至于长什么样只能猜测了 师兄 到底是谁和我们作对啊 这女人说道 看来这一对男女应该是师兄妹的关系 估计都是地府派弟子 应该是懂悬术的 谁知道呢 这么多年从来没人闹过事 敢跟咱们地府派叫板的肯定是硬叉子 为了预防他们来捣乱 我把零食做了一下调整 那位女人吃惊的说道 啊 师兄 你把神位降低了 那位男人嗡了一声说 不怎么干不行啊 那人能破得了赌场的风水 肯定呢不是一般人 据说眼镜直接进橘子 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多窝囊呀 那女人又说 咱们这么干那可不是小事 师父知道吗 这就是师父让我干的 赌场一出事 我就给师父打了电话 就是他让我这么弄啊 这么做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现在是青龙月位 白虎寸堂 鬼王为君 青龙白虎为臣 谁要是敢到这里来捣乱 动一下祭坛 那就是必死无疑 这么厉害啊 那位女人有些好奇 师父教的法术能不厉害吗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 我还得为他们加持一遍密周 那位男人说着 就开始分香跪拜 打算要几连恶鬼 可是他跪下之后 身子就矮了下来 一下就看到了桌子下面的我 和七师叔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大吃一惊 心想这下完了 玩悬殊的一般都是暗中对攻 无论胜败都极少露面 没想到今天面对面给撞上了 成了正面的交锋 我按捏手印 准备呢一个手印把对方给打晕 没想到那男人呜的一声自己先倒下来 我大感惊奇啊 怎么没出手他就倒下了 我急忙摆了七师叔一样 还以为他先出手了 七师叔确实是叙事待发 但是脸上充满了惊讶 他看着我同样是一脸不紧 显然呢他并没有出手 这时我忽然看到倒地的男人后颈上咬着一只金色的虫子 有拇指那么大金光闪闪的 眨眼间就从他的后颈钻进了他的脖子 瞬间我看到那男人的脖子变得黄金透明了起来 一路向下移动 直接到了肺腑才消失光泽 那男人在地上剧烈挣扎起来 他僵硬的拳去着身子 就像拧麻花一样把身子拧来拧去的 似乎痛哭至极 他乌爪如钩轻轻爆突 不停地打着哆嗦 看起来极为的猙獰 嘴里面呜呜呜的好像要呕吐什么 但是却呕吐不出来 师兄 传说在山里的石头下或者大树底下 可以找出一种原生骨的虫蛹 此虫蛹是一种未经孵化的骨生虫蛹 它可以在地下长眠 可以不吃不动折服万年 只是每年春天惊热的时候 第一声春雷响起才能把它们唤醒 这是一种多么可爱的虫子呀 哈哈哈哈 那位女人说着说着忽然尖声笑了起来 但是笑声却带着一股七处 师妹 你 师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虫子 找了很多 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瓦罐里 一股声惊醒它们 刚睡醒的虫蛹非常的饥饿 在得不到食物的情况下 会互相对峙着 但是谁也不敢攻击对方 这种精神力量对峙 可以持续五六个小时 或者更长 或者好几天 在互相对峙的时候 其身体潜能被激发到淋漓尽致 我可以感觉到 那股淋漓的杀气 真的是好凶残呢 那些虫子在退无可退的时候 弱者弱在灌底 成为了重用的食物 经过几天对峙 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虫子 它吃光了所有虫子 这条虫子就是我的宝贝 我用自己的血来喂食它 不等那女子说完 那男子就惊恐的嘶吼道 你 你练骨 那女人呢 语气忽然一变 冷森森的说 是的 我练成了 我整整练了三年 我终于练成了 你中了我的生死骨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对我施益毒手 那位男人是大吃一惊 那女人 颤上说道 因为我爱你 你有没有记得 我们在山上立下的雪蒙誓言 今生不管是在山下 还是在尘世 不管是在天涯 还是在海角 你我都是彼此的唯一 除非 一方死去 可是 你一出山就搞了多少女人 从你掌管了这家酒吧 你天天换女人 夜夜做新郎 你背叛了誓言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师妹 师妹 你别胡来 快帮我解了骨毒 我是爱你的 其他人都是逢场作戏 我只爱你一个人呢 那位男子呢 慌忙地哀求 女人 阴冷地说道 这是生死骨 无解 如果我们一方死去 另一方也会在七日内死去 你我生死相依 难道不好吗 那位男子 惊恐地说道 师妹 你疯了 这 这是何苦呢 我没疯 你只要乖乖地遵守我们的承诺 骨毒就不会发作 否则 必然会被骨虫啃食心脏 摔截而亡 我控制不了你的灵魂 难道我还控制不了你的肉体吗 今后你如果再敢三心二意 呼告八告 我一念咒 就能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女人的话语冰冷无情 掷地有声 说到这里 忽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劣劫跌倒在地上 那位男子吃了一惊 感到女人气势不对 立马口气软了下来 急忙爬过去 扶起女人说 师妹 你怎么了 我这才发现 那个女人脸色苍白 白的没有一点的血色 她虚弱的欺然一笑 师兄 我才是爱你的 我用自己的血喂养了三年骨虫 身体有些虚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死啊 师妹 我可不能让你死啊 你死了 我怎么办 那位男子一听着急的说道 那位女人说 放心吧 我还死不了 我如果死了 你也会死的 因为你中了我的生死骨 从今往后 我们就同缘同命 你要永远忠于我 好好照顾我 我会的 我会的 师妹 我让他们给你做猪肝汤补血 天天补 那位男人一连地着急说道 听着这两人的对话 我的心里渐渐明白了 这两人不仅是兄妹 而且还是情侣关系 正当男人要发现我们的时候 没想到女人在后面 忽然向他下了生死骨 在紧要关头 却意外地帮了我们 师兄 你真聪明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条虫子已经和我心意相通 只要你心愿意马 我就会立刻感应到 别想跟我耍什么花招 女子又警告说道 男人是一脸苦鼻啊 好好好 姑奶奶 我什么也不想 我只想着你 女人真怒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 还不快带我补血去 好好 我带你去补血 我带你好好的去补血 男人抱起女人 转身向楼下去了 我看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 不仅是长嘘了一口气啊 卧槽 好险的 等他们两个人离开之后 我和七师叔赶紧从供桌下面爬了出来 七师叔擦了一把头上的冷寒 他娘的腿吓了老子一跳 七师叔怎么办呢 俗话说贼不走空 咱们不能白来一趟 总得搞点什么呀 我看着有点狼狈的七师叔 笑嘻嘻地说道 七师叔看了祭坛说 既然来了肯定要搞点事 不过这个鬼祭坛杀气太大了 有很强的反击防护能力 肯定是不能直接动手 要动手脚也只能从其他地方下手啊 那我们从哪下手呢 我看七师叔好像有门 于是就急不可待地说道 等等让我想想 七师叔黑黑的一阵坏笑 盯着那个魔鬼看了起来 因为刚才那两对男女打开了室内的灯 屋内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这才发现 那个呲牙咧鬼的魔鬼 完全就是一副真人干尸 跪在他脚下的一圈燕鬼 全部是用骨头雕琢的美女 这些骨头有些微微发黄 不用说这骨头肯定不是一般动物的骨头 而是人骨 我正看得暗暗惊奇 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顿时大吃一惊 立刻和七师叔躲进一边的墙角 紧接着门又被推开了 没想到那对男女竟然是取而复返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没想到这对男女这么快就回来了 顿时把我们搞得有点措手不及 幸好这次没有躲在工作下面 而是躲在了一边的墙角 差点忘了关灯了 几连零食不能经常开灯的 那位男子呢说着就要去关灯 我感到暗暗奇怪 难道这男子刚才种了蛊虫之后 根本没有看到我们吗 想到这里 我的心中不有的泄信 那女人看了一眼鸡坛 忽然说道 等等 师兄 你刚才进来 不是要祭祀贵王吗 何不祭练之后再走啊 也是 差点忘了正事 两人说着 一起向鸡坛走了过来 男人伸手 把工作推开 在鸡坛旁边安了一下 只听得呼的一声响 悬挂在空中的恶鬼祭坛 缓缓地落在了地上 我顿时一愣啊 心想这是干什么 男人站在恶鬼旁边 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然后蹭的一下子 从身上掏出了一把 正亮的瑞士军刀 我这才发现 这个男人目光阴沉 比准奸消 一看就是一个修炼玄术的人 他用瑞士军刀 在掌心画了一个石子 顷刻间就变得血红 随即双手叠下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古怪的手印 然后嘴里面 嘀嘀咕咕的念起了咒语 血液顺着指缝滴了下来 正好滴在恶鬼的头顶上 卧槽 原来是把恶鬼集团 放在地面上 好滴血纪念啊 诡异的是 滴到恶鬼头顶的血液 瞬间被吸收了 那句干湿 就好像是贪婪的海绵 滴血的血珠 眨眼间 就被吸收得干干净净了 表面上 看不到一丝的血迹 那个男人 一边滴血纪念 一边嘀嘀咕咕的 念着血舟 随着鲜血 一滴一滴滴进恶鬼的身体 那位男人的脸色 变得渐渐苍白下来 齐师叔忽然面露喜色 他双手叠加 迅速推出了一个古怪的手印来 嘴里面也嘀嘀咕咕的念了起来 由于我和齐师叔靠得太紧了 隐隐地听到他低声念叨 青蓉归尾 白虎带煞 天刚玄辟 鬼邪默契 杀 那位机灵恶鬼的男人 正嘀嘀咕咕的念着咒语 忽然 扑的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顿时喷了干尸一声 那位男子也咕咚一声 倒在了地上 师兄 你怎么了 那位女人呢 是大惊失色 连忙扶起了那一位男人 只见那人 窜着粗气说 白虎杀 有人在暗中搞鬼 那男人刚说完呢 他喷在干尸上的血液 不但没有被吸收 反而冒起了一阵清烟 就好像化学反应一样 不但一会儿开始燃烧起来 是谁 谁在和我们作对 女人警觉的向死周扫尸 力声的和谁说道 完了 彻底完了 烟鬼吸金局被破了 那位男人看着燃烧的恶鬼干尸 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谁在搞鬼 出来 老娘和你们拼了 女人是声嘶力竭的大声吼着 七十叔脸色一变 冷横一声 手印忽然一变 叠加一起的手印忽然分开 嘴里面忽然喊出了一声破 只听喷的一声闷响 那具恶鬼干尸忽然炸开了 带着燃烧的尸块飞向了四周 你不是他的对手 这里完了 咱们快走 那男人说着 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凡是用自己的血 寄连恶灵的 恶灵被毁灭 自己也会遭到致命的伤害 那个女人一听 立即背起那男人说 师兄 我们走 我只见到两个人影叠加在一起 不是从门口出去 而是穿墙而出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卧槽 难道会穿墙弱 我感到是大为的惊奇 哼 他降低恶鬼集团的位置之后 这里的风水布局 马上颠倒过来 我一念咒 擎龙白虎反科为主 对恶鬼产生自杀 结果形成了反噬 刚才那男的被白虎伤了一次 已经经不起再伤第二次了 所以他们不敢穿墙而过 只有穿墙而出 才能避开白虎为的袭击啊 我没想到 其实说也不简单 竟然利用青龙白虎的指杀力量 使对手呢受到重伤 同时也破了这个风水局 傻小子 还愣什么 咱们也走 我忽然觉得胳膊被架了起来 直接从窗户上飞了出去 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已经落在了地面上 齐师叔 我好奇的看着齐师叔 心想刚才是怎么回事 好像也不是鬼台叫我 齐师叔 冲我鬼秘的一笑 示意我不要多问 不好了 是我了 人们惊慌失措的 从酒吧里面跑了出来 我抬头一看 夜色恐怖谷的顶层 浓烟滚滚 已经开始燃烧了起来 烟雾顺着楼道 已经窜进了酒吧 把那些正在狂欢的男男女女 呛得是啃啃吃吃的 狼狈不堪的逃了出去 我看到这幅场景 十分的壮观 门口那个小保安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现场是一片的混乱 这一次不用我们打电话报警了 逃出来的人呢 纷纷打电话报了警 不大一会儿 119消防车 120起酒车 乌拉乌拉的 拉着警笛 风车电琴的赶了过来 这时候 楼顶已经完全成了火海 浓烟从酒吧间里面倒灌而出 消防人员们一边开始灭火 一边见酒吧救人 这时候 我看到酒吧里跑出来的人群里面 有两个衣不折体的女人 也跟着亮亮呛呛的往外面跑 一边跑 还一边嘻嘻哈哈的 吟笑个不停 如果在平时呢 肯定会有一群等着 简式的小混混上去搭设 巴不得背回去 好减个便宜 但是这会儿 谁也顾不上李他们 一个个都在忙着逃命 这两个跌跌撞撞的女人 没跑几步 就被奔逃的人群撞倒在了地上 我一看这情况不妙 得赶紧把他们拖出来才行 否则的话 会被后面的人给裁死的 于是联盟向七师叔说了一句 快 七师叔 救人要紧 咱们一人一个 我和七师叔一起撑起人群 把那两个女人给拖了出来 拖到了安全地带 那个衣不折体的女人 忽然冲我黑黑一阵的吟笑 想吃老娘豆腐是不是啊 想吃不要在大街上吃 带我去开房啊 我去 老子是救你好不好 我正想发火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 这女人给人感觉 好像是喝短片的 脑子也不太好使 但是妖艳的脸上却带着邪笑 梅雨间隐隐的有一股黑气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慕斯维为您播讲 这女人说着就要往我身上爬 我一看大厅光众之下 男女受受不清 这女人身上的衣服 都被她自己给扯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那就是光臣 万一趴在我身上 大声叫非礼 那我有嘴我也说不清啊 轻气之下 我立即伸出剑指向她眉心一戳 她一下子站在那里 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忽然张嘴吐出了一股黑气 冷了一会儿神呢 顿时如梦出现 看到自己一不遮体 一脸吃惊地说 啊我怎么成了这样了 我冷冷地回答 你喝多了 要不就是让人下腰了 我不能说他们装邪了 因为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况且旁边还有很多警察 另一个女人也被七师叔给点了过来 两个女人变成了正常人之后呢 羞愧难当 夺落而逃了 第二天我听到新闻报道说 恐怖古酒吧失火之后 消防警察意外地发现 里面有大量的迷幻用品 还有毒品 以前这个酒吧也多次受到市民的举报 怀疑里面有人稀释毒品 但是每次警察去临检都没有发现毒品 没想到却被这把大火给烧了出来 我没想到恐怖古酒吧被我亲自端掉了 不过功劳要算在七师叔身上 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铲除了地府派在金水市的两处产业 就好像黑社会争地盘砸藏子一样 只不过我们玩悬树的隐秘宗派呢 不会明着去打打杀杀 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隐秘悬派的较量比黑社会那样隐秘多了 也呢更加的残酷 即使搞死了人警方也是查不出来的 我们好好的休息了几天 暗暗的观察动静 奇怪的是地府派在金水市的两处产业被我们倒掉之后呢 地府派就彻底的消失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我的那几位师叔 奇怪地府派吃了亏难道就成了缩头乌龟 以后想找都不好找了呀 七师叔笑着说的 地府派元老采六上次和我师父恶斗之后 又吃了我一记雷掌 后来又和天上帮斗在一起 是死是活还不好说的 恐怕为了避免我们寻仇躲下来了 我知道接连遭遇纵创的地府派呢 肯定是为了保存实力 暂时隐藏了俗世的力量 不错嘛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唐主下一波我们该怎么办呢 七师叔笑嘻嘻地问我 我冷静地说 下一波就是天上帮 天上帮 你不会要找天上帮的麻烦吧 七师叔不解地看着我 曹教文的道士墓四十年前就被师父盯上 盯上那块墓地的还有地府派的材料 两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明争暗斗了 谁呢也没办法下手 最后师父用欲擒故纵之计离开了曹教文 地府派看到师父离开 没想到一些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又去曹教文里面骚扰 为了打开古墓 蔡六甚至不惜发动僵尸灾难 把曹教文变成了无人地带 目的就是为了打开古墓获得天药盘 不料考古队又忽然插入 开始呢发掘道士墓 蔡六又不得不动用悬术力量 试图一举灭掉考古队 因为师父忽然出现 引发了一场争夺天药盘的大战 我和师父被布征大和尚救走 不知道那场大战的最后结果 甚至连蛛丝麻迹都没有留下 因为当时的战场古墓已经变成了天坑 如果那件天守神迹没有掉进天坑的话 那就是被某个人给捡走了 可是要知道究竟是被谁捡走了 当时所有参加大战的人都有嫌疑 从目前来看天煞派的万麻子嫌疑最大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当时蔡六已经身负重伤 是没有能力再和他对抗的 吉师叔听我认真分析之后呢 点了点头说 有道理要不咱们到天煞邦去溜带一圈 反正咱们这次一闹呢 天煞邦肯定有所察觉 不过天煞邦在大陆总部我去过一趟 吉师叔要不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我笑着说他 吉师叔一听来了兴致 好啊这个天煞邦的势力在北方活动很少 我正好想去南方见识一下 我知道天煞邦在俗世力量很大 有一个很大的跨国财团 势力范围基本都在南方 北方基本没有产业构架 这次到北方也是为了争夺天药盘 那次大战之后就迅速的消失了 和吉师叔商量好之后 我就到车站去买车票 反正这一次明察暗访只能是慢慢来 也着急不得 就当是去南方旅游了 从珠鹊大街到金水市火车站不是太远 我溜着文就走了过去 穿过几条大街之后 我忽然看到路边有个乞丐 正在那翻垃圾桶 在里面找车他 出于通情心呢 我就多看了他一眼 一看之下 我顿时时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乞丐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老同学赵鹏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 心想这家伙不是和万麻子混吗 怎么混成乞丐了 上次在古墓 我见过他跟在万麻子后面 显然万麻子到曹晓文是他带去的 奇怪的是 上次他没搭理我 那时候我奄奄一息的意识也不是特别清楚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赵鹏 我实在不敢确定这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就是赵鹏 只好大叫一声看他有没有反应 没想到我大叫一声之后 他猛然抬头看了我一眼 顿时惊恐至极 就好像见了鬼一样 转身就跑 赵鹏你给我站住 我一时火冒了 心想这小子难道六亲不认了 上次见了我假装没看见 这次见了我撒腿就跑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赵鹏跑得非常的快 速度简直一语常人 接连翻了好几个护栏杆 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跑法 我憋了一口气 跟在后面也是紧追不放 跑过了好几条街 他想偏僻的郊外去了 别跑啊 我是左小兵 我一边跑一边喊 可是这小子连头都不会 只顾不要命的往前面跑 奇怪啊 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见了我就拼命的跑呢 难道他不是赵鹏 而是长相和他非常相像的狡猾子 让我给吓着了 我一边追一边胡思乱想 越想越觉得奇怪 心想这事总不会这么巧吧 如果不是赵鹏他跑什么呢 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 他忽然一转身 向一个大桥下的寒洞跑去了 这时候周围的人也少了 在闹市区 我不敢追得太急 生怕他一头撞在车上 现在没了车 我顿时没了过气 大喝一声 赵鹏 别跑了 喊完之后 我一个肥扑上去 把他呢扑倒在地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慕斯维为您播讲 赵鹏 别跑了 我是左小兵 我气喘吁吁的 摁住了赵鹏 这小子 两眼露出了惊恐的目光 像个哑巴一样 呜呜呜呜呜的 拼命的挣扎 似乎害怕至极了 我是左小兵 我没死 这小子 听完之后 愣了一下神 不再挣扎了 疑惑的看了我一眼 似乎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情绪依旧非常的高度紧张 赵鹏 我在古墓看到过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知道 这小子一听我提到的曹家温 就惊恐的蜷缩在一起 不停的向后退去 我觉得有些奇怪 难道这小子受了刺激 脑袋出了问题 否则也不至于在火车站要翻了 你别跑了 跟我走 有吃的 我见他惊恐的样子 没有办法沟通 心想这小子八成是饿坏了 就拿食物来诱惑他 他一听有吃的 果然不在退缩 默然的看着我 似乎对食物很有兴趣 我顿时有些傻眼了 赵鹏这小子怎么低能成这样了 我看着这个和赵鹏一模一样的脊肝 不禁有些疑惑了 心想这小子到底是不是赵鹏啊 赵鹏你是赵鹏吗 你不是和万麻子一起吗 怎么混成这样了 那乞丐一听连连摇头 一脸茫然无措的样子 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你不是和万麻子做市场总监吗 他不要你了 我愈发的觉得有些疑惑了 乞丐还是摇头 无论我问什么都是一问三不追 我真的怀疑这是一个和赵鹏长得一模一样的乞丐 但是又担心赵鹏是不是在古墓那场大战中受了惊吓 变成了傻子 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他带回去再说 如果真的捡个乞丐回来 那就当是做了山事了 万一是赵鹏的 不把他带回来 那岂不是遗憾中生吗 我先把他带到饭店去饱餐了一顿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狼吞虎咽的 只顾呢把好吃的往自己碗里面扒了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想他大概是饿坏了 既然做了乞丐 那就意识不到一表一态了 所谓人穷至短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我也没有多想等到他吃饱喝足之后 就带他去澡堂再洗了澡 换了衣服之后怎么看怎么都是赵鹏 只是气质有些古怪 赵鹏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情吗 那天晚上我们在曹杰文学校里面吃野味喝的大醉 你还记不记得呀 我还是不死心希望能唤醒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赵鹏有些古怪 可是他听了我的话之后 一脸的茫然 默然的摇了摇头 哎 看来他确实是受了刺激 或者在那场大战中受到了激烈的惊吓 导致神经有些不太正常 万麻子之所以高薪聘请他 只是对曹家大院古墓里的天药盘感到兴趣 现在他对万麻子已经没有价值 自然呢就被抛弃了 看到赵鹏一副吃傻古怪的模样 我心里面是感慨万千 当初赵鹏雄心万丈 一心要跟着万麻子干大事情 没想到如今成了这般模样 难免让人一语啊 想到这里 我就把他带回了济世药店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 哪怕他今生成了傻子 我也得养着他 总不能看着他流落街头翻垃圾吧 赵鹏成了这样 我暂时也没有了去南方的心思 就带着他在精髓市的大医院做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 结果呢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医生说他可能是精神上受了刺激 问题并不大 慢慢的就能变好 我把他安置在药店里 让他熟悉一下中药 生意好的时候黄毛一个人抓药 有些忙不过来 现在正好可以让他来帮帮忙 七师叔见我带着赵鹏回来 只是看了一眼 听说呢是我儿时伙伴 就点了点头出去了 他喜欢独来独往 不太喜欢和我身边的人打交道 没事就在外面瞎溜达 不到天黑也不肯回来 我想他大概是在室外隐居的太久了 还不太习惯和普通人打交道 安置好赵鹏之后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呢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 这个手机是我师父的手机 我还以为是找我师父的 没想到师父都已经做骨了 还有人找他 谁知道接了电话之后 才发现是我老爹 爹 这三年你到哪里去了 也不打个电话 三年都没有消息的老爹 忽然打电话过来 我兴奋不已 可是开口却埋怨了起来 说实在的 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我挺烦我爹的 可是他出门三年没消息 我又为他担心 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的亲爹 我打过张仙的电话 可是没人接呢 我就寻死 你当年惹的火不小 后来也就不敢打电话了 我爹还是那么胆小 我一听的 连忙安慰他说 没事了 早就没事了 我就在金水市 你别乱动 就在火车站出口等站 我去接你 接了面之后 我才发现 我爹已经苍老了很多 才五十多岁 就已经两病 变得花白了 我想 这三年他在外面 肯定是受了不少的罪 就赶紧把他带了回来 人一多 居住就不太方便 再说 我也不能老住在高胖子的别墅 我爹本想回造家村租 我把他拦住了 我娘去时早 她是又当爹又当娘的 把我拉扯大 受了不少的罪 当时有个年轻的姑娘 想嫁给她 她却担心 给我找了后妈以后 我受委屈 一直没有同意 她虽然没什么本事呢 但是就凭这一点 也就足够伟大了 现在我感觉 她已经明显的变老了 也到了我报答她养育之恩的时候 我在靠近金水市 半郊半城的地方 买了一处农家小院 我觉得这里风景不错 我又在那城乡接壤住 挺适合我老爹养老的 于是我就把老爹安置在了这里 爹 你以后不用出门挣钱了 以后我养活你 无聊了 就和那些老头们下下象棋 没事的时候 看看广场那些阿姨们跳舞 若是看上哪位阿姨 就和我说一声 我给你张罗 不料我爹一听 忽然一瞪眼说道 你个小王八蛋 拿你老子开涮是不是 你自己都没媳妇 你给你老爹张罗 我没想到我爹老了还来了脾气 就黑黑一笑声 爹 我要娶媳妇那不是手道勤来的事情吗 所以啊 还得先解决你这个老大男呢 算了吧 难得你小子有这个孝心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动过这个心思 现在都老了 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我爹呢也被我给逗笑了 没事的时候 我爹也喜欢到药店转出 这时黄毛悄悄对我说 哥 我看大伯行的没事干 干脆让他来药店帮我抓药吧 你小子怎么打起我爹注意了 有赵鹏帮你不是挺好吗 我瞪了黄毛一眼 黄毛息息一笑说 大伯才五十多岁 你不让他干点事老得快啊 然后这伙又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赵鹏那小子手脚不干净 把他开了算了 手脚不干净 我一脸疑惑的看着黄毛 黄毛小声说 是啊 他偷钱 偷我们的营衣款 不会吧 你可别瞎说 我吃了一惊啊 黄毛是一脸认真的说 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我心里面 咯噔了一下 顿时愣住了 卧槽 赵鹏的品格 不至于这么低下啊 他好歹也当过老师的 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 难道我捡回来的赵鹏 是个冒牌货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小子如果不是赵鹏 为什么 我提到曹家文的时候 他会有强烈的反应 这小子 当老师的时候 还是很清高的 怎么一下子 变成了这样 难道 一场变故 会让他的性格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他偷钱 偷得多吗 我好奇的问道 黄毛说 不多 就几十块钱 那就算了 就当没看见 也别声张了 你这么大度啊 偷钱这毛病 那可不好 我微微一笑 你不懂 赵鹏是我的朋友 从小 一块玩到大 不可能为了几十块钱 和他翻脸 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也在暗暗观察 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样 变得自私 猥琐 从这些生活细节中 可以体会到 他好的那一面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实在是 让人难以琢磨 我想 有可能是 古墨那场大战 他受到 过度的刺激和惊吓 性格产生了变异 能从那场大战中 逃出一条性命 已经不容易了 我不可能 对他要求太多 我心事重重的 走出药铺 结果一头撞在了 隔壁出来的江老头身上 我抬头一看 发现江老头鼻青脸肿的 顿时吓了一跳啊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啥啊 我正要找你 江老头一把把我拉进了他的铺子 你这脸上怎么回事啊 不会是我刚才撞的吧 我看着江老头的脸奇怪的说道 哎 丢人啊 江老头一脸尴尬 似乎有些难言之意 我仔细看了看江老头的脸五颜六色的 确定不是我刚才撞的 确定不是我刚才撞的 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又算错命了被人给揍了 江师父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以后给人家算命只说好的不说难听的 你是不是又吃亏了呀 江老头气呼呼的说 哎 哪里是算命啊 我这是被邪气给打了 啊 被邪气给打了 我听了是大吃一惊啊 江老头好歹也是个懂悬术的人 怎么会被邪气打成这个样子 江老头见我一脸不解 越发的难看了 他猛的拍了一下大腿说 这事真他妈邪气 我又不是没拿过小鬼 不是吹牛说大话 一般的小鬼我是受到勤来 没想到啊 这次阴沟里翻了船 妖怪只怪我学艺不精 还是导航不高啊 我盯着江老头那五颜六色的脸 一脸疑惑地说 你这脸真是被鬼打的 江老头 江紫色的一张老脸连连点头 抹眼那是尴尬至极 小老板 这次我丢人丢他了 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一次忙 不然我这老脸算是见不起来了 我可从来没失过手啊 这次 可真是失手了呀 我见江老头说得很严重 就感到一些好奇 要是说江老头水平不高 那这是相对而言 在朱雀大街上那还是很牛叉的 一般画个符 取个鞋啥的是不成问题 怎么会被小鬼给捏成这样的 江师傅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三天前我借了一单生意 这可是一家有钱人呢 你难得开着几百万的车来找我 就是冲着我江板仙的名号来的 说是他夫人中邪了 让我去看看 你说 哎 这事给弄他 江老头说到这里 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但是我已经明白了大概yes 他肯定是细事单单的帮人家去拿鬼 结果没拿下 凡被小鬼捏的五颜六色的 术士帮人捉鬼不成 凡被小鬼捉弄 这种事情并不算稀奇 因为本身呢 就是一种正邪之千的力量博弈 如果术士道行不够 就会自取其辱 传出去确实是个笑话 一般呢 只有才出世的小徒弟 才会因为道行不高遇到这样的事情 江老头一把年纪了 被小鬼捏成这样 让他老脸往哪放啊 所以我就不便再继续问了 好吧 我和你去一趟 看看他到底有多大道行 我答应了江老头 江老头一听 是眉开眼笑啊 有你这句话 那就成了 我马上打个电话 说着他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任老板的 我是江 江半仙 哎 你先别挂电话 哎 我找了个高人啊 看来江老头 没帮对方搞定 对方已经 不再信任他了 话没说完 就要挂电话 他哪那个熊啊 江老头 有些尴尬的 骂了一声 我笑着说 那就算了 这种脾气大的有钱人 我还懒得管他 江老头 愤愤不平的说 他以为老子 为了挣他的钱 老子是为了挣回自己的名声啊 谁知道江老头刚刚骂完 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江老头接了电话 对方直接说了一句 就又挂了 江老头愣了一下说 他让我们去试试 是不是啊 我微微一笑啊 你说呢 反正我对这种妇人没啥兴趣 江老头舔着脸说 小老板 咱还是去试试吧 咱不是去为了赚他的钱 而是为了挽回咱的面子啊 哼 跟我有屁关系啊 要是你自己去渗 还没见面 我就对这个妇人 有了厌恶的感觉 不是 这不是为了挽回老哥的面子吗 小老弟啊 委屈你了 全当是给老哥捡个面子啊 我见江老头低声下起来求我 也就不好再拒绝 毕竟上次我们合作过一次 也赚了不少 这次不去 有点说不过去 好吧 那就去试试 江老头带着我 打了个车 半小时之后 来到了一家别墅 我一看 这家确实有钱 这别墅 就好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在仆人带领下 穿过罗马柱的走廊 又是一个很大的方形游泳池 可以看到淡蓝色的水底 砌着十字架行的底砖 虽然有一种欧鹿的风情 但是这样的风水并不好 仆人领着问 这要进客厅的时候 里面匆匆忙忙的出来一个和尚 低头无脸的看起来非常的狼狈 我仔细一看 这和尚的脸上就好像让女人抓了一样 横七竖八的有好几条的血痕 江老头一看 眼嘴窃笑啊 嘿 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别亏啊 还有人比我更倒霉 我心里面是暗暗吃了一惊啊 看着这个有钱人正在走马灯一样的换人 难道这么多高人都拿不下这个小鬼 我们刚随着仆人走进客厅 就听到一个男人在那里大骂啊 什么狗屁的得道高僧 都他娘的是废物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